都是这么一样 这个民族迁律路线都一样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西域管 它就是一样 就是印度恒河流域被打败的民族跑到这 在西藏被挤压空间的民族 翻过喜马拉乃山进入到喜马拉乃山的南坡 所以大家知道在这个地区 就是北边恒河流域被政治中心甩出来的那些民族 往北进入这个西部地区 而在他们北边的这些游牧民族 这个所谓的秦藏当年的游牧民都受到各种原因 然后他们越过喜马拉乃山进去 所以大家知道我们考察的地方 为什么会在这个地区 就是这个地区 所以北边是藏族地区 是藏族居住区 南边的就是一股恒河流域来的那些民族 所以这个呢 如果这个比喻大家对于恒河相对比较少的话 尤其对它的考古比较少的话 那这 大家就会知道这个西尼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地位 而在这里面呢 我们考察的点呢大概是这样的 实际上呢 它是在 对 实际上呢 我们考察的点呢 在西尼堡的这个北部这几个地方 一个是芒囊 另外一个呢 是慕斯堂 第三个呢 是多坡 第四个呢 那就是乌木拉这个地方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后面有这么一个部分要谈谈 记住 乌木拉就是跟西藏西部普兰县交界的地方 现在是一个重要的口岸 还有一点呢 就是另外一个地方 这个叫中木拉的地方 这个地方非常重要 我们后面都会提到它 这个呢 也是我们的考察一个点 这个地方 乌木拉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这一个普兰县 普兰县越过去以后就到了谷歌 今天的扎达县 这个是当时谷歌王朝所在地 另外还有一个呢 就是刚才武器 所以大家知道 这个地方是朝圣的非常重要的一条路线 有两个朝圣点 一个刚才武器山 一个是马鹏龙错 还有一个呢 就是吉隆 吉隆是什么呢 吉隆是通过加了满都 往西藏沟通的要道 所以呢 在这条路线上 有几个重要的交通要道 吉隆是否 连接加了满都 直到今天 咱们国家制定的 跟加德满都 沟通的最便捷的路线 还是吉隆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 这个像马囊 穆斯堂 多尔波 公拉 都是重要的联系 西藏的一个商贸通道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穆斯堂 多尔波不是非常重要 因为地形非常想要 另外一个就是公拉 许多在历史上有名的人物 都是走这条路线 进了西藏 或者从西藏进来的 这就是我们的考察路线 这个考察路线看起来很残酷 其实它有一个基本的逻辑 就是我们从这边 茫囊穆斯堂 多尔波 为什么先绕过多尔波呢 因为赶上下雪了 导游直接说 根本可以几节去掉 所以我们改成了三月初进去了 然后我们到了这个地方 这个是哪呢 这就是我们说的Humla 连土兰的那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考察的时候遇到了危险 就是我进去的时候还好 出来的时候突降大雪 道路阻断 我们最后坐着直升飞机从这边飞到了这个叫当节的地方 然后由这个地方又去住了 去考察 最后就把这个堕坡扔下来 等我们赶了一个月之后再回来 再堕坡考察 但是仍然被大雪困住 这个困在一个村子里 困在上面 主要的这个就是因为天气不是比较好 这个呢 我们知道在整个的西尼泊尔考察 他们有一个概念叫同步路线 但是实际上这概念里面有两个东西 就是有两种徒步路线 一种徒步路线就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 木杀 它是什么呢 它有后勤攻击 就是说你每天走16公里 走18公里 走20公里 没问题 有个村子 有民宿 有饭吃 有热水喝 有住宿的地方 不一定有洗澡 但是这几个都有 你不用带任何东西 把自己保护好 在徒步就可以 这是叫做有什么 有后勤供应的一个徒步 而我们现在走的 从据木拉到据木拉这个路线 和舵坡的路线 没有任何后期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条路线是天心 就是我们现在是在 要进利米河湖的这个山坡上 这边是中国 这个地方就是中国海关 这是我们所谓的卡拉纳利河 这是卡拉纳利河 这边是中国海关 这是尼宝的村子 我们进来就住这个村子 翻过山就进了这条河湖 这是我们的讨沙点 对面就是这种 织织形的山 一直开车进来 然后从这边徒步进山 这边是没有公路的 然后这条路线的令和 我们是古代的商道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路线非常窄 上面是悬崖 上面是绝地 下面是悬崖 就一条非常窄的路线 这是我们的徒步路线 就在这走 然后呢 没有后勤工艺是什么意思 没有宾馆 没有住宿 没有用电 只有靠这个河水 然后靠我们自带干粮去做饭等等 自己拉 这个有人帮我们搭好帐 我们这个住的地方 但是它有个缺点是 每天四点半以后 太阳以后 在温度就要降十度以下 温度巨冷 但是在白天的时候就非常的热 这个反差是非常的大 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为了保证后勤工艺 我们要雇用身口 所以要有个驼队 同时呢 还要有背夫 背夫是把你做饭的人 全部带上 我们那个相机呢 就是因为放在驼队里面 就做饭 中了一个大缺口 就是因为驼队 这个身口在爬山的时候 种在岩石上 这个把我们吓给跳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在西尼古尔所谓的徒步有两种 一种是有后勤 一种是没有后勤工艺 我们的三百公里要徒步 就是这种没有后勤工艺的 所以整个的考察 它的难点是在这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实际上在尼古尔有一个特点 这是在加德玛都河谷 在它那个里面呢 它有很多的东西 你比方说这一个小的院子里面 从木刻开始到门楣 到里面的这个石雕的 那个佛塔呀 供塔呀 还有一个水井 这些东西呢 都是不同年代的东西 留下来的 这些东西要一一去做记录 要分辨早晚 要去测绘等等 所以工作量是非常之大 这是我们在西尼保穆斯堂 调查石窟的人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石窟 在冬天在这里面待得非常老 待不了多久 这是我们那个小姑娘 对 小姑娘专门做测绘的 在这里面 就是在里面待得 有个十几二分钟 浑身都凉阔 在这个洞库里面 非常有寒寒 何况这里面的石窟 海滑都是在三千米以上 有最高的能够达到四千二 这样海滑上路 这个呢 当然这有摆拍之前 这是我在这个斯瓦阳部 这个非常有名的景点 做一个拍照 那是来讲拍这个塔 这个塔呢 我们可以简单 对于一旁的这个塔 虽然有组合成分 但是它这个塔是唐代的 是没有组合成分 而这种塔呢 在加勒马克服务的事 这是我们来的这个斯宾 他是我们那个队员 就是我们的重劳动力 他呢 主要负责我们的那个视频 和这个拍照 所以主要工作 所以他的工作是最辛苦的 实际上那个刚才照片 他拍的比我多多了 然后呢 这是无人机 这个呢 是我们得到特别的许可 在帕坦广场上 飞无人机 大家知道 你只要无人机一起来 无数人为官 还有人支持 爱国主义期许 非常的高 然后呢 这个人就一直非常的 非常的强烈的制止我们 因为外国人怎么 之后我们经过各种的交涉 终于或许用无人机拍 帕坦广场 这个呢 是我们在拍的另外一个佛塔 在西尼泊尔拍的一个佛塔 无人机在这里 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要考察了 什么 尼泊尔为什么我说 它是残编乱的断检呢 因为尼泊尔跟西藏 跟印度有一个共互课 不记历史 它的历史是神话 它没有我们这个严格的历史观 那它的历史是怎么出来的呢 它靠柱子上的诗课 体积 靠着一些零零星星的 这些皇帝的名字 这国王的名字等等 把这个年代勉强给裹齐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在加德马路呢 可以看到大量的堆积的东西 这个堆积是年代的 可以从四世纪五世纪 一直到二十世纪初 一直到二零一五年 因为二零一五年立正以后修的 而在这里面呢 留下来的东西数量是非常非常多 它跟北京的 跟中国的这个文物的概念都不同 因为唐代的东西在这里 天天可以摸它 然后那个家庭主妇 天天可以用水来洗 用颜料的抹上等等 这些事情都可以干 它就生活在你周围 它没有保护 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容易被偷 现在欧洲所藏的大部分尼管的藏品都是从河谷透过的 所以我们在下面就会看了 在这么多众多的文物里面 又跟生活稀奇相关的一些文物散布在这 是各个角落里面 但是呢 这里面我要跟大家特别要提到一个年代 就是我们下面会提到 一个是离车湖时期 就是咱们南北朝到唐朝 这是第一个年代 第二个年代 它过渡时期 为什么叫过渡时期 因为这一段没有历史期待 不知道谁在统治了 家庭满兔科普 它呢 大概是咱们唐诺到北宋这个朝代 接着下来呢 就是有一个叫穆罗王朝 穆罗王朝呢 前后呢 将近五百五十年以上的历史 就这么长的一个王朝 它被称为穆罗王朝 大概这三个王朝就是我们这次调查的一个重心 因为这三个王朝对中国西藏地区影响最大 这个呢 历史地层呢 是怎么排列的 是因为我们根据它不同的出土物的提计 然后判断它的年代 包括它现在在寺闹 还在用的寺庙里面 居然有早期的提计 这些提计连起来 就是尼布加德满兔的历史 所以大家可能会想 我懂尼泊尔历史 其实你那个只是懂的是加德满兔的历史 而不是尼泊尔的历史 尼泊尔历史包括加德满兔 加德满兔以东 以南以西的历史 其实我们所说的加德满兔历史 都是指加德满兔的历史 而我们现在呢 给它讲的就是加德满兔的历史 到底是什么样的历史 这件像呢 是出现在今天 在加德满兔河谷 一个非常有名的 叫波德纳 叫满兰塔 这个大塔的一个村子里面 出土的这堆像 这堆像呢 有提计 提计里面的这个年代呢 184或者185 这个年代 推到现在这个年代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年代呢 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是加德满兔河谷 目前最有明确记载的 最早的年代的一件作品 所以说二世纪 有一个什么现象呢 有一个叫费尔马的王朝 这个王朝控制范围多大 是一个土司 还有一个村党 但是呢 有这么一个王朝 他的名字叫费尔马 所以他国王的名字 叫贾亚费尔马 是这么一个王朝 这个王朝控制的时期呢 撑了一尊像 然后学者们经过研究呢 认为他是国王的形象 为什么呢 是因为首先 他带了一个这样 独特的原貌 然后呢 他头上还有假发 大家可以看到 存下来的卷发 都有假发 最最重要的是 他的做法跟 印度的 这个孔雀王朝 就是阿易王时期 包括基督王朝的造像 都非常像 为什么呢 他的家的衣服 是紧贴身体的 还有一点呢 大家看V字形的 这个V字形的 像一个薰带式的 一个东西 还有洛叶 这个洛叶都是贵族装饰 这些东西 都是当时在贵族 和国王这一类的形象 才有穿这种服饰的 这个在印度非常多 大家可以去比较 所以呢 把他作为早期的 菲尔玛国王的形象 是比较妥当的 另外他的高度 其实是正常人的高度 那可以看到背面的情况 当时我们说 这个东西 问他的管长 国家国王管党能不能借到中国 那管党脸色当时就变了 他不愿意借 这个因为是唯一的 这个罕见的 接着下来呢 跳了多少年呢 跳了将近三百 两百多年 就是在加德满都的这个河谷中间有个巴德杆的 大家知道 巴德杆的北边呢 有一个地方呢 叫香顾拿亚这个寺庙 香顾拿亚这个寺庙呢 大概现在是一个四十几建 专门是一个印度教的寺庙 而在这个寺庙的西门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堆东西 而在这一堆东西里面呢 有非常重要的历史记载 这个记载呢 就是在这个寺庙 这个呢 很早 一八九几年 法国有个学者 就把这个题记者读过 然后读到了 你把早期 最早的历史 就是用在这个碑 然后呢 后面的学者不断地在读这个 这个里面提到了 这个柱子呢 这个柱子是1464年 处理起来的 然后呢 这个国王的名字叫呢 什么 曼妮娜的 这个在历史上 非常有 在加拿马都督呢 听到他的很多传说 有关这个国王呢 这个传说 他说他打扮了 东方和北方的这个 这个蛮族入侵 然后呢 这个 最关键的是 在这个像的 这个地方呢 旁边有这么一个像 这个像是谁呢 这个像是金翅鸟 人形的金翅鸟 因为他这个脖子上 寄了一个眼镜蛇 这个像呢 应该类似于 他的翅膀的形象 他跪的呢 但是这是一个 完整的原型的打扮 身体对上的粗弱 所以学者们认为呢 这个就是 这个 树立的这个 这个树立的这个 离车皮潮代的 国王 曼纳德华的一个 一个肖像画 原来这个像是在哪呢 在柱子底上 因为地震的原理取下来 现在放在地上 展示 这个呢 是目前看到的 这个 在寺庙里面 仍然在使用的最早 一个纪念的一个照相 当然有关这个王 还有好多的 在有纪念的东西 但是 仍然在使用的不多 就在他的旁边 有一个铁笼子 铁笼子里面呢 他其实有两个 人物的形象 这个呢 是已经到了 咱们现在这个 元明时期了 在清朝了 已经到了清朝时期了 到了他的分裂的时期 这里面呢 他提到了 十一世国王 这个国王 这是王后 他那个提到了 这个第一十一世国王 叫 叫 这个国王 然后呢 这是他的母亲 不是他的王后 这是母亲 这个人呢 相当于什么 相当清朝的康熙皇 他八岁纪的位 但是这个母后 为了维持这个稳定的 跟这个全城 是有暧昧不清的关系 最后他亲政以后呢 他就索扰了他的母亲 把全城给铲除了 铲除以后呢 当然他就开始 大全 但是他跟康熙不一样 是康熙在位 六十一年 他二十一岁就死 但是呢 这两者之间呢 学者们认为呢 说这两两 可能这个时候 才是真正的 一条心 在此之前 两个人合合了 一条心 但是你现在可以看看 一个五世纪的文物 和一个十七世纪的文物 放在一起 都在这个寺庙保留下来 这个会有点问题 我看一下 接着下来呢 我们是要进入到 帕坦的 帕坦广场 我们在帕坦广场呢 因为得到 因为得到特殊的许可 所以帕坦广场呢 我们做了一个 那个无人机的 飞宿 这就是加德玛都考古的 三个王 都城之一 帕坦的 这地方呢 就是他的那个广场 这是王宫 这是王宫 这是广场 然后大家的游客 来回走 大概就像这个 而在这个周围 有一个大量的 早期的遗迹 大概从六七世纪 一直到很晚 时期 这些建筑呢 大概都是在 十六 十七 十八世纪的 这个时间留下来的 这种建筑形式 像一个印度式的建筑 在印度专门一个名字 叫西克的建筑 印度式的建筑 但是它更处杂 这是金石鸟的形象 这个颜色变得有点大 它就像是红网 红砖的 这是我们从一个脚上拍摄的整个的这个派坛广场 你可以看到有各种各样的建筑 而且这些建筑呢 因为年代比较晚 都有详细的记载 它的年代 它的新建的原油 我们现在回到这个塔上来 这个是我们做过速度化 做过那个无人机拍摄 这个霍许拍摄 这个塔呢 是我们当时选的 因为它建筑实在是非常的复杂 首先层次比较高 然后底下呢 就是西克尔的形式 像个玉米似的 而它那个郎子呢 它周围的郎子呢 也是非常的复杂 这是它的狮子的形象 而且呢 它为了提高它的这个 这个效果呢 把它台积分成了好几层 你看它在这个郎子的时候 周围的时间 建了各种各样的群子 最重要的是在这 它有这个摩科佛罗多 和那个叫三人 一个是摩科佛罗多和罗门岩 这两个史诗 就相当于在一个寺庙里面 在一个寺庙上面 把这个三怪眼 以后是一个造成的故事 这个目前呢 目前还没看到 一个详细的学习成果 而且这个每一个故事的效果 它们体积 所以这种解读非常重要 而且呢 非常有那个提计色彩 就是在2015年地震中 它只是稍微晃的 基本上没数数 所以他们说 因为这个寺庙共同的 印度教大神克里希纳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克里希纳的能量多大 我的想法是 这个寺庙真重 地震就扛不动 它其实是有一点闪动 在基本上 整体是靠石头 完全压起来 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们在加德玛都 它可以看到寺庙里面 各种各样的文物 但是实际上 当我第一次进到 这个加德玛都的时候 进他的寺庙的时候 我就发现 这个寺庙怎么看下 像我们这个院子似的 它实际上就是 他的寺庙跟我们房间的不一样 它是一个回廊式的 上下两层 然后呢 他一进门呢 就有无数的塔 你看你院子有多长 那塔一直排到门口 后面就是他的大殿 所谓的大殿 还没有这间房子大 估计也就大房子的一半 大概这样 这个寺庙它干什么作用呢 它是这个做法事 有一部分是作为清修的 就是修行用的 但是呢 它更重要的是一个 文物的保存地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在这个寺庙里面 这个叫 像是玛迪的寺庙里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五个塔 我们认为呢 这五个塔可以设计好了 按东南西北单分的 其实不是 是因为这个寺庙在重修 维修过程中 把周围散落的这些塔 都给拿过来 这些塔的年代 都是八到九世纪 就是你可以随便 用手摸到塔 这个这么早的 这个年代的塔 就在这放 这个呢 就是新塔 而这里面有个笼子 这笼子是干什么用呢 是笼子里面 有一身 十颗的佛像像 而小偷呢 偷塔的可能性 但是偷这个佛像 那是偷得非常多 所以呢 在加德满都 比较为难的就是 它很多的佛像 你拍不了 背部是你看不见它 是眼睛看得见 相机进不去 所以呢 这个呢 都是用手机拍出来的 效果 这个呢 也是 七到八十几个 是造像 这就是它的大殿 你看这些大殿多小 就这么大一样 然后呢 这个 我们知道 尼管的像呢 有点像 藏城佛教寺庙 这个尊神呢 都打扮得非常花 花哨 穿了各种各样的衣服 带各种各样的帽子 脸上还是涂各种各样的颜色 涂完了以后 你永远不知道它是不是年代 但是呢 我们在它的侧面 看它就不是 这个像的年代 绝对不会晚八十几 这是一个 尼策帝王朝的 一个石造像 在这 而且是尼勒 拿了一个瓶子 拿了一个眼镜 所以呢 在这个 一个小小的房子里面 就有我们认为是 国宝基督房 另外一个呢 大家知道 在尼管的寺庙 非常有意思 就是你进寺庙去 你可以问它 是印度教寺庙吗 他说是 你要再问第二个人 问它是 是左教寺庙 他也说是 这个呢 是印度教寺庙的 混合得非常厉害 我们下面会 专门提到 我在这展示的图呢 是为了告诉大家 尼泊尔人 还有一种 带有艺术 中式效果的 就是它的 邪称 就是这个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邪称 邪称呢 分为两种 一种呢 是四个正面 另外就是四个角 我们在这里面 可以看到四个角 这是一种怪树 然后呢 周围的呢 就是 像 而这个呢 四面特别奇怪 这个是观音像 但是印度教图认为 它是这个 是佛的像 而 毕士奴的像 所以呢 每个人都可以在这办 而在这里面呢 它的称呼一共有五十二根 每一根都代表 不 这个四个正方向都代表 不同的观音 不算像 但你看到这个像 像观音吗 这是一个 印度教和佛教 混合以后 出现的一种特殊的观音 但是它底下的这个图像呢 是代表观音旧发难 八种难 这个呢 大概是强大难 对 这是另外一种 你看这个是 好像要把一个人 要放在地域里面 油锅呀 砸呀 这个 所以呢 在这个里面呢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 紫杂的一个故事题材 而且呢 它应该好几层 就算高速 这样的拍下来 我们后来做了一个 做了也无人机 也飞了一下 这个呢 是大家都知道的 在加德满都 地标性的一个建筑 就是斯瓦阳部 因为斯瓦阳部呢 它这个很长的故事 斯瓦阳部跟加德满都 出现的这些关系 跟文殊菩萨有关系 跟中国的五台山有关系 所以呢 这个塔是最神圣的一个塔 但是呢 这个塔的周围 有两个晚期建的 这个斯瓦阳的建筑 就是像玉米式的 这个佛塔的样子 这个塔才是它最重要的塔 这个塔呢 实际上是一个 非常古老的印度式塔 它怎么区分呢 咱们后来的塔 是往高空发展 你就看到塔呢 高度大于直径 而在这个塔 是古老的穿路 直径大于高度 在早期的佛塔 都是这样子 而在这个广场里面 在这个广场里面 分布的从 七世纪八世纪 一直到二十世纪的 云云种种各样的雕刻 我们 这是用无人机 在整个的盘旋飞行的时候 拍下来的一个照片 这个台阶就是所谓的 一百零八个台阶 从底下爬上去 在这个广场上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有这个针着眼睛的 这个部分 这是后架 这是塔的本身 每个门有一个佛 就构成了五双佛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广场的一个 这个商户的拥挤当中 有一个立佛的形象 这个佛像呢 是十五世纪的一个仿制品 另外要特别介绍 在加勒满都 我们中国人 其实不路不常去的 但是一个国宝 一个佛塔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叫Caramadita 我们刚才是去的时候 这名字老记不住 我们因为西方人 愿意把它称为法天道塔 DamaDamaDama这个塔 这个好记 这个名字非常难记 这个广场呢 首先这个佛塔 我们知道是早期 扁原型 另外一个那阵的广场呢 有大大小小 林林总统各种标课 年代呢 六七八九十五都有 一直到十十五都有 还有新的东西 大家可以看到 我就举一个例子 塔的四面 这是塔的一面里面 有一个什么样 大家看到这些两个路 中间像一个纺锤的东西 是法轮 大家知道 我们看到了一个路 两个路 中间法轮是这样的 像个车轮似的 只有早期是竖的 所以呢 这个就非常早 为什么学者们 把它定为五世纪呢 就是因为法轮是重的潮流 不是这样潮流 所以这个塔的年代的学准 能根据大致这些 而且呢 在这个供养人里面 有两个女士 还有一个小小孩 这个是他们一家 有两个女眷出钱 做的这个东西 它四面都有图案 而这个图案 跟我们现在看的图案不一样 他们说能指示方位 但是我们后期 没有这种方向 没有这种法轮能指示方位 所以呢 他还是有自己独特的东西 大家可以看到 法轮是这个样子 像个车轮 正对的女人的样子 这是三个人的这个样子 而且呢 这个上面有诗课的课 诗诗座 垂漫 所以这些呢 特别值得去观察 而这个在广场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一个 大概七到八世纪的一个佛塔 这个比丘 特别有意思 他说说 把这个磁头留开 下面有笔记 我说你怎么知道年代呢 他说因为有笔记 所以就有笔记 所以呢 在这广场上 有这么一个 我们相当于唐代的佛塔 上面居然有缘法 另外一个呢 大家可以看到 演出这种方向 这个也是七世纪 这是一个观音舞台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手里拿了一个脸花 还有一个呢 因为他头上有阿弥陀佛 这都是认识观音 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 底下呢 是两个供养人 我们从他的供养人 特征可以看出 两个女卷 所以早期的佛教 女士们对于佛教的吞动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另外一个呢 就在这个塔院的边上 有一个小小的房子 看起来很不起眼 居然有一个两米高的 实造像 观音实造像 他的门上写的观音像 观音菩萨殿 我们就认为是新的 然后呢 看资料才发现 原来这个也是 在广场出来的 弥特比斯 旁大的一个 一个菩萨造像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像呢 比整人的身像还要高 这是他的这个特征 大家可以看到 底下有供养人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很奇怪 这是什么呢 这是宜布尔供佛的 一个常见的东西 就是给他嘴里塞那个 塞那个奶酪 把嘴给塞上 所以呢 当你看到有节日 有节假日的时候 这个所有的这个供养 大小看 这个嘴上都是这个东西 然后呢 我们要特别提到 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 就是这个人 这个人的名字呢 他的名字其实已经受到了 这个斯里兰卡的影响 这个人是尼古尔人 大家知道尼古尔人 大部分都是信仰秘族 然后呢 他跑到斯里兰卡 学了一个这个 这个早期佛教 然后回来以后呢 一直住持这个寺庙 最后他发愿呢 把这个塔给修复了 他给我们说的是 当时来的时候 一片地区 这些东西就零零散散放了 这个地方呢 这个塔呢 是他发愿修的 在2001 2002年 而且当时全世界的 大媒体都抱 这个人非常有名的 而且这个是一个 非常有亲和力的 一个喇叭 所以学者们呢 对于这个塔呢 就是 这可以现在的记载 两种说法 一种是五世纪 学术观点 另外一种呢 是说阿异王时期 阿异王是公元前三世纪 阿异王呢 带着他的女儿 叫卡罗玛丽 所以这个塔的那样 卡罗玛丽到这来访问 后来呢 把他女儿嫁给了 这个叫卡罗玛丽纳 就是现在 咱们汉语说的 烧寺庙 这个地方的王子 然后他为了 他给他老公祈福 就建立这个塔 但是呢 这个塔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塔呢 在维修过程中 居然在砖上 发现了婆罗尼文 上面提到了 卡罗玛丽的名字 这个呢 是当时非常 风动的一件事 另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他有非常多的 各种各样塔的一个残箭 当时一起装在 帐里面 还有大小铺杏 没有 这些铺杏 都是早期的 而且呢 这些像 几乎都来自于哈尔邦 这些地方 所以今天印度的 所在地 还有水晶的佛塔 还有各种 珠宝镶嵌 也就是说 当时被惭悔的东西 陆陆续续 在每一次 维修当中 都放下 还有古代的各种 古代和近代的各种 钱币 包括这个银 双头银的这个钱 这个其实年代非常晚 但是有一些是 比较早期的 所以呢 大家知道 有关这个塔 是由阿玉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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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修建的 这个传说 绝对不是现代 是早期就有了 有可能这个塔 真是那个时候建的 可能很小 也有可能 这个是塔 修完了以后 到了大概五世纪 那个时候 就已经出现了传说 有关这个塔 是跟阿玉王有关系的 这两种可能都存在 另外一个呢 在加德满都河湖里面 帕坦广场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寺庙 叫Golden Temple 金庙 这个寺庙呢 非常有意思 因为这是萨迦 萨迦族的寺庙 它在这个里面 有两个僧人 但是它服务人员 可能达到四个 五个 和更多 都是亲情供养 就供养在里面 这些人 然后呢 每年要换人 就从这个家族来 到这服务 服务完了以后 再换人 所以呢 这个呢 属于加德满都 跟西藏 跟他们内力 最大有不同的地方 为什么叫金庙呢 因为在那顶上 都是用铜鱿金 镶嵌的 那个包的 所以大家知道 布达拉宫有金庙 巴扎斯有金庙 为什么呀 因为都是用铜铜鱿金包的 这种传统从哪来呢 从加德满都来 玄奘他老人家 最早到加德满都合武 就说 他们那个屋顶 是用铜鱿金包的 所以呢 咱们知道 这种传统的 在汉帝不太有兴趣 不留心 至少现在不留心 但是在西藏 非常有兴趣 跟加德满都 直接的关系 而这个寺庙 最吸引我们的是这个 它每一个角 有一个老的 红罩像 这三个铜道像 其实有四尊 因为下一点 还要提到其中的一尊 就是这些铜道像 都是用铜石心柱 非常的沉 但是呢 这个小偷呢 对它是寂予已久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每个这个菩萨身上 都有捞带 直接给它捆上了 因为不然的话 第二天就可能消失了 这个实际上 在国际上专门有一个尼泊尔流失文物的 那个乌鲁 现在正在全世界最长 只要你一赶露头 就想追索 现在在尼泊尔国家博物馆 有一间房子的火像 就是美国退回来的 被尼泊尔 从尼泊尔偷走 国道像 还有一点呢 我们可以看到 晚期 其实尼泊尔 也有这么多的 这个早期遗迹 不仅仅是唐代有 我们可以看这个寺庙 高比山大拉 这个寺庙 大家可能 都没有任意印象 但是 它建筑 西藏历史的一线记载 因为它有个非常有名的 因为它有个非常有名的历史 这个历史的 这个历史呢 是我们的 叫郭艺史 就是青史 这个西藏研究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历史 书叫青史 青色的青史 这个书的作者 就是他的历史 然后呢 这个 他的历史和他的历史的历史 就写了一个传记 就写了他的传记 专门提到了这个人呢 曾经去世里兰卡 读学 有一次呢 看见了一尊观音像 观音像指示他 要去西藏 于是他前后去了三次 传了法 所以在西藏上 留下了他的名字 但是呢 他在达达本国 却是七七五年 最后他回来的时候 他在这个寺庙住西 最后呢 他园记在哪 是瓦阳墓 所以呢 这个人的事情 是靠藏的颜线 可以保留下来的 而在这个寺庙里面 有一尊最当古老像 因为这个寺庙十二世纪 所以这个像呢 大概也在这个年代 这个呢 也是一个观音古色像 我们可以看到了 实际上不光是建筑 不光是这个寺庙本身 受到了这个所谓的文化地层的影响 就是一尊照相 我们可以看到 这就是年代红板 这就是木雕 木雕彩绘的样子 原来他的表面上 应该还有一个金面具 在那里已经丢了 然后呢 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脚上的这个足镯 我们就说是手镯嘛 足镯嘛 这个部分的这个装饰呢 是来自于印度的影响 然后他的这个文样呢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在西藏呢 受尼宝影响的这个壁画里面 还保留下来 这种五颜六色的这个裙子的样子 然后他那个舞蹈的知识 都非常的传统 所以呢 他无论是绘画和雕塑的艺术 都是有一种地层关系 可以追溯到很早 这个艺术模型 这是我们加格满洲讲的 我们要讲回到西尼宝 去讲讲那边的历史文化 这个离水 这里面呢 必须要讲到一个 跟西藏相关的历史事件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题目叫什么呢 西藏以尼宝的统治 加盛穆罗王朝在中国 去这几年才也能提到 以前没人提 但是这个王朝呢 西方的学者认为呢 评价是 这个王朝扰动了 十一世纪到十五世纪的 到十四世纪的 整个西南印度的这次科学 所以这个王朝 对中国不是没关系 是影响非常的大 这个王朝是怎么出现的呢 他有非常多的历史的名目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就是我们大概四十二年 西藏呢 把南马王给刺杀了 古格王朝崩溃了 崩溃了以后呢 他出现了一个王朝 九百大树里面 在今天的古兰和今天的炸达 就是古格这地方 出了一个王朝 我们都知道他叫古格王朝 古格王朝后来就分封 分封成三个地方 一个叫古兰 一个叫古格 一个叫达达克 这三个小王朝 这三个王朝是一家 然后呢 然后呢 在这里面呢 出现了 突然来了一个不术之客 就是在十一世纪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叫加塞的母族 突然就来到了普兰 把普兰和这个古格给占 然后他的大本营 在今天的普兰和今天的红木朗 就跟他临近的 今天尼泊尔控制的红木朗 建立了一个小的小小的王朝 这个王朝呢 在西藏还有记载 称为雅则系 他也认为他是王主 当然学者没有推论 这个人可能是白种 根本不是咱们那个 王主的藏族人 当然这里面有很多争论 但不管怎么样 十一到十二世纪的时候 这个古格王朝生活得好好的 突然这个王旗被人给打破了 连古格在今天今天的普兰都被占了 出现了另外一个王朝 但是这个王朝的重心不在古格 他在哪呢 他是在十二世纪初的时候呢 有一个叫拿赡拿奖 他在咱们的名字 本意是龙王的意思 这个王呢 他突然把整个的中国给占了 也就是说他往南走 把这个地方给占了 占了以后都城在普兰不好管理 就把他都城迁到一个叫辛迦的地方 也就是藏人说的 雅则的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叫辛迦的地方 就说这个王朝呢 原来发起于今天的普兰 最后呢 逐渐往东往南 把新一波给占了 占了以后呢 那当然通往阿里的重要的商道 就给他给占了 他就占据了商路 南通印度 北通西道阿里 同时呢 他又把今天的穆斯堂 剁坡也去战 经常去战 还七次 直接打到家的满渡 直接锁到全城 所以呢 这个王朝呢 实际上非常飙患 非常飙患 非常爱打仗的地方 这个呢 那就是我们的纠穆拉这个地方 就是偏中部丘陵这块 这就北方就是雅则 我们那个这次的考察呢 从这地方出发 经过独鲁到雅则 当然这个河谷的东西太多了 我们不可能全部给他考察完 但是这个王朝的历史 我刚才说了嘛 尼古尔是没有史书的 你怎么知道 他有这么长的一个历史呢 这里面就必须要提到 我们这次就是专门找的一个石碑 这个碑呢叫独鲁碑 刚才说了 在这个河谷里面 有两个重要的都城 一个叫雅则 这个是什么 夏季的都城 夏季 这个呢 都鲁呢 偏南 冬季的都城 所以两个都大都城 这个石碑呢 就出现了独鲁 所以叫独鲁碑 这个是谁发现的呢 是一个尼布尔人的这个学者 这个又是神学家 又是学者 还有一个意大利著名的考古学家 图奇 他的两个人 固约而成的二十四 就五十年 发现了这个碑 而且呢 图奇写着一个 长长的一个 这个报告 其中大篇幅是讨论这个碑 这个碑有什么独套之处呢 他提到了三十五位国王 当然内容非常复杂 两面都是文字 他提到谁 提到有英雄 有大臣 有国王 当然这里面的名字 他紧接这个名单 没有起指言 然后经过其他的佐证 有些国王的名字 他的在位年代是很断 有些时候倒出来 这个就是增加了历史研究的难度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现象 非常有意思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刚才说了 一个叫拿大萨迦的国王 他把都城由今天的普兰 签到了新疆 他签到新疆以后 他后面一共有六个国王 有五个藏文文献 有记载的名字 跟藏文是个对手 其中有一个没有记载的 这五个是跟藏文对手 所以图奇就解释说 这个是因为他签到了藏区以后 受到藏文化的影响 用了藏文文论 但是从第七位开始 他就改变翻了名字了 这个时候说明什么 说明他从土兰签到了新疆 然后经过独鲁 再往南的时候跟印度接触 他逐渐开始印度化 或者叫印度教化 所以在后面的名字里面 有一个什么名字叫 莫罗 这个跟加勒满都河谷的 莫罗王朝不是一回事 名字相同不是一回事 所以我们把这个名字 称为什么 这个王朝名字叫 叫喀夏妈拉 喀夏族的 叫玛拉的这个王朝 这个王朝对于 在十四世纪就不溃 这个王朝一直在跟西藏 日喀则的西部和阿里在打 所以才叫他扰动了 整个区格局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政治势力 而在这个碑上面 有两个图案非常重要 上面是 下面是六支真言 这种六支真言在南皮尼 那个阿里王柱上 同时出现 所以这个王朝的影响 它是非常的大 这就是新加河谷 我们一直追寻 沿着河谷往上走 找了他的王朝 王朝正在王朝上 看整个河谷 所以这个王朝是 俯瞰整个河谷 地形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但是这个王朝已经被盗绝 被破坏 非常的厉害 到迄今为止还没有 跑谷的工作 做得非常的完善 另外一个就是在河谷里面 到处都是它的遗迹 你必须要靠河谷才能找到 你开车走这个山上 是什么的抗建 走到河谷里面去 一村一村过 到处都是这种河谷 就我现在了解的情况 欧洲有国家 在这一年做过调查 但迄今为止 它的所有的遗迹点 仍然没有调查完 这个王朝对于我们来说 影响非常大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希克拉的建筑 像一个玉米时代 这是一组建筑 就在这个路边上的村子旁边 这个是最典型的 规模最大的 非常繁复的一个 石标的一个建筑 这是一个塔 它因为靠近搜开的 在这个所谓的 塔香玛拉王朝最南端 再往前走 就是印度的平原了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 这个塔 非常的重观 这是在后来修复过的 它在这个毁的原因不介绍 有的说是穆斯林军队进入这个地方毁 有的是说地震毁 总而言之 这个是完全重新把那些废弃的东西给它重新拼装组成的 然后当然是维修水平去当地 但是对我们来说 我们还没看到它的原貌大概是一样 这个是有佛政故事 所以它后面应该是佛教题材 但是有很多印度教的题材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名画 全部用石标调成的 所以它图案非常非常的精美 这是一个佛政故事 在它的一个侧面 这是它的中心的这个殿 所以这个叫佛塔或者叫塔庙都可以 因为它正宗有佛 有那个殿堂 可以供奉佛像 当然真相就没了 这是它的天花板 就是中间的厨宇 这个部分 我们所谓的藻井 大概就是这一次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石标记者 多么的繁华 咱们幕僚可以做这个事 但是咱们的石标确实要差一些 这是我们在利用那个 这个无人机在这个飞行的时候 可以看到 看到更多的细度 它实际上是在一个原始森林里面 据我们当时去的时候 那个当地人介绍 当时到这儿来参观 还会猛兽使击过 另外还有强盗在这 现在加强了警卫以后 这边的最大安全 大家看到这些片子原始森林里面 在这个城市的外园 它的平面几乎是中心对称的一个建筑 这个当然受到令独的强烈的影响 外面就是ZOOCARE城 它这个整个一个建筑 就几乎是满雕 就几乎是满雕 是好的 另一种 整个的这个视频拍摄和剪辑 都是我们士兵来完成的 在卡扎马拉王朝崩溃以后 14世纪晚期崩溃以后 这个地方就是四分五裂 有时候它变成20多个小邦国 然后其中有一个脱牛而出的 一个小王朝叫洛王朝 就是我们所谓的藏族洛巴族 建立那个王朝 他原来是替西藏守穆斯堂这个地方 后来因为政权崩溃以后 没有外敌了 他自己独立了 这个独立的出现 两个非常重要的国王 一个叫阿玛佩 一个叫阿公松 这两个王 按照学者们研究的 这两王经过残酷的杀戮以后 最后把这个政治形势给稳定下来 但是呢 他们马上就转向了佛教 其中呢 跟这个西藏的 撒加派的支派 俄派 关系非常的密切 他这个俄派的创始人 龚干桑 莫仁波切 这个大佛佛 成后三次受法来到这个地方 就是他的都城叫曼唐 因为他是洛国 所以叫洛曼唐 今天的这个地方还叫洛曼唐 这个地方呢 他帮他们建立了完善的一个佛教制度 建立了大量的佛教这个寺庙 建立了基础 同时呢 他呢 把这个洛王朝 跟西藏的俄派的哀望寺 跟西藏撒加的主题 撒加寺 直接联系起来 所以呢 在那个时代 上至国王 贵族 下至高僧 僧人 还有普通的佛教徒 都会到西藏去留学 留学的地方 大致指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传统的 直到现在 他们都承认 但是呢 这个传统呢 都已经被打破了 而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他城里面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寺庙 一个是释迦牟尼佛殿 一个是弥勒殿 一个是平面展开的 一个是高楼行事 然后呢 在他们前面呢 就是王宫 这个里面呢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 这个有点不像失真了 我们可以看到的 在他的拔角实际上是有 有防御系统 有厚的城墙 有防御系统 这个是像什么呢 像今天西藏的萨迦寺 萨迦寺有城墙 有墙角 有防御系统 他几乎就是 萨迦寺的一个威缩板 但是呢 他用的不是一个寺庙 它是王宫 加寺庙 加贵族居主区 所以呢 这个寺庙呢 这个整个的王宫区呢 我们一直跟中国大使馆 建议 把它作为中国的一个 完整的 作为一个文化遗产的保护区 把它整个的 作为一个保护的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大家看一下 就知道了 这呢 就是释迦摩尼佛地亚 这两个店都保留了 非常好的这个 这个壁画 这是他的大门 这是他墙上的壁画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的细部 这个呢 有一个提醒大家注意 就是脸部 脸部是已经受死过 重新修复过 这是美国的一个基金 修复过的 但是这周围的这些图案 都非常的漂亮 这些图案 这些画的艺术风格和年代 怎么来类比呢 西藏江之白居室 因为出国图路 所以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 两者风格 几乎是一样的 他们甚至说 这批工匠不是从迦德玛都来的 是从西藏尔卡斯特来的 大家看到有多美 然后呢 这两边因为有孔雀 所以我们知道 这真相是阿弥陀佛 非常多的细节 非常漂亮 这是一个菩萨的形象 菩萨的形象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菩萨有三只眼睛 中间是一个竖长条的眼睛 这个来自于尼泊尔 而且来自于 大概14到15世纪的 这个常见的做法 而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头冠 他的胸前的这个樱落 非常的漂亮 包括他的这个 豆角状的眼睛 小爽的嘴唇 都是跟今天的 日喀泽的这个画像 风格特别的相似 他看他的手足 遗川等等这些 手心是红颜色的这些做法 都是来自于 这个尼泊尔西藏风格 最常见的一种 这个呢 是表现他的 这个联办呢 包括他底下的裙子啊 等等 这个呢 在西藏有大量的例子 而在尼泊尔的这个例子 主要是保存在 穆斯坦 这次强霸殿 也就是我们说的米勒殿 因为中间供了米勒 这次我们可以看到 上下三层 一层两层三层 主要的我们进入是第二层 大家可以看到中间 有一个大的米勒像 周围全目视壁画 这个壁画跟刚才的比较 当他有五方佛 有菩萨 这个是啥 这个是曼陀罗 全部都是曼陀罗 大家可以看到 各种各样的曼陀罗 满壁 全部画的是 这个像 这个寺庙更受人重视 是因为什么 因为那个寺庙被修复过 受到全世界 造学家的批评 有些批评是合理的 因为他改了 有些批评是不合理的 因为什么样 因为他看起来新的 我说刚画完都是新的 记了几百年以后 他就变成旧 所以你知道 研究学者有一点毛病 看见旧的东西 看见新的东西不喜欢 所以文物凶物 经常被挨骂 就跟这个有关系 然后这个店的拍摄 其实比较公正 公开 透明 就是因为你收钱就给拍 他这个当然有点肉糖 这个其实很贵的 就一个小时一百美金 三百美金可以拍一天 他一直陪着你拍 当然这个大家知道 这个店非常高 地画非常复杂 那个三百美元 其实是必要的 当然这很贵 这个为什么是这样的 因为尼古尔政府 在投资的时候 不重视西部 主要重视加勒满都 和加勒满都与东的地区 另外一个就是 我当时送了他一本 我出的那个 共感写得四的地画 给他 他非常高兴 他就很羡慕 他说他也想出 很多人想出 他要壁画的书 但是当时我们请 这个惠惠老师问过 他说这个要五万美金 寺庙也出不来 谁就没办法出 他说我照片都有 你们只要有人写 我说是没人出 这个问题才是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寺庙非常重要 是他保存了 他比这批寺庙还早的 更早是取得一大批的文物 有佛经 佛像 唐卡 都保证的 他们自己要建个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非常的做 非常不专业 我们都跟他提到过 他也想请我们帮忙 但是实际上要去一趟 并不是很容易 但总而言之 这个寺庙保存的原状 确实是值得大家关注 很值得去看 如果大家去这个地方 不去看这两寺庙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 而在这里面呢 我们在去之前 前三中呢 他这个弥勒殿的一层 居然垮掉了 这是那个寺庙的僧人 给我把他手机拍摄的东西 给发布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层的废话 就垮掉了 这就是这种作业 当然在中国 这个是不敢想象的 就完全违反文物保护法 他们这个没有这个问题 他们最后处理结果是什么呢 大概处理结果是这样的 他就是把这个 把这一层呢 给 他加了一个那个彩钢板 塑料布 就把这个打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 我作为一个文物工作的 最大的一个麻烦在 他的盘水勾就在这个墙边上 第二个呢 每年下雪的 因为他这个西藏的建筑不是这样的墙 它是斜坡状的 所有的水分是让这些积雪 是会渗到墙里的 垮掉了 而且呢 他建筑也三层楼高 一层垮掉了 大家可以想象这件事 所以呢 我们是特别反复提醒这个 这个咱们那个大使馆要特别注意这个 要特别注意这一现象 因为这个就是在未来的很可能很快的时间 整个寺庙有一天就会突然困扰 这个呢 是对我们来说这个是非常信仰的一个事 另外一个在穆斯堂 我们除了看见王宫以外 他周围还有很多石窟 这个石窟直到九十年代才被美国考古水家发现 然后呢 这个就变得非常有名了 大家可以看到山顶上有一个 有一个寺庙样子的 其实它是个石窟 大家可以看到这么一个石窟 上面全部都是壁画 顶上有 然后顶上还有大成就者 包括这个塔的散盖上 都有壁画 而且呢 在这个散盖的这个垂下来这个部分呢 还有 那看到就这个 飞翼上非常的重要 飞翼上非常漂亮 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塔上画中的彩绘 哪有呢 青海人 咱们在西藏其他地方并不容易见到 我第一眼看到青海的我就吓一跳 世界上有这种东西 后来看到尼管才发现 原来尼管也有 谁影响谁我们不知道 但是总而言之呢 这种传统并不非常的流行 但是为什么从这个穆斯堂到青海 会有一种同样的这个创造 这非常奇怪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这个壁画已经水得非常厉害 因为在早些年西方学者出版的时候 壁画效果还非常好 而这里面画了一个什么 画了大成就者 84大成就者 一个形象 这是目前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 可以跟西藏夏日寺 跟墨高窟 四六五窟 可以同时媲美的 大成就者像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这次 我本来因为时间关系 我想把这一部分图片全部删掉 但是呢 我还是留下来 为什么 因为我骑了八个小时 就为了看这种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远处的雪山 三个雪山就中国 所以这个地方离中国很近 这是通过尼泊尔木斯堂 往中国做生意的一个路 我们的那个马坯呢 就在这个河沟里面 就沿着山一直往前走 往前走就中国 而我用箭头所指的这个地方呢 他的石库就在这 就在一个山包上 这是他的门口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 里面居然保留了完整的雕塑 还有壁画 这是一个护法神的形象 学者们认为可能是嘎嘴盘 大家可以看到这晚机密中的壁画 十四估计跟我们夏鲁寺到白居寺之间 十四世纪 这个是个壁画 整个在这个尼泊尔这块地 这个地方的壁画是极为独特 但是呢 它的状况其实并不很好 大家可以看到底下 底下的壁画已经产生了壁画面 这里面画了这个祖师像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所谓的 洪姆拉的一个哈尔基的村子里面 我们发现了一个寺庙 这个寺庙非常重要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哈尔基的一个村子 我们爬到对面的山上 俯拍整个河谷 村子就这么大 然后呢 有河流直接通过 泉水 直接通过 这就是他村子里的寺庙所在地 这就是他的寺庙 外面看起来一点都其貌不扬 这个也是在西藏到处都是 但是他真正的这个藏宝地 是从这个地方进去的一个门 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这个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大家可以看到 五方佛中间是大尔如来 四面的四个佛 这是具常见的 但是他把五方佛 变成了四个佛 就是五方佛 祖尊大尔如来 化成成四个一模一样的佛 面朝四个方向 这种情况在哪出现过呢 这是在今天印度控制的西马西亚邦 有个叫塔波斯 塔波斯镇中的大尔如来就是四尊 朝的四个方向 所以在按照当地的说法 说这是当时最有名的一个大议师 叫人群桑布 据记载他修了108座庙 这是其中最后的 当然这个说法不一定可靠 但是我们可以判断 这个年代跟塔波斯的这个年代 这个年代应该上下 这个寺庙的年代12世纪 所以那个寺庙的年代也应该在此上 这是目前我们看到的在西尼布尔 西马来沙南波最早的一处遗迹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谈到佛教在印度 佛教在印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是一个 这个有一个专用名字叫 滴滴滴滴滴是什么水池子 这个呢在加拿马都到处都是 但是呢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水池子 因为它里面呢有佛像 大家一看这不是新的吗 新的颜色 旧的佛像 这是唐相当于中国唐代的一个佛像 这个塔也是这样 就说这些家里主妇们到这边取水再洗衣服 他要供养佛就直接在水池里布 这个呢不光有佛教的 有印度教的 有佛教印度教混合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实的 重重的四面都有佛像 这个呢就是我们说了这个观音像非常重要 这个在这个斯瓦阳布的边上有一个塞 塞上是这个观音像 这个观音像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面临高考的人都是 他是对于保护考试的 另外一个呢就是金庙 金庙有一尊铜像 我们刚才没放 就是因为这个女的当时我被我抓拍了 这个女的在这个菩萨 全身上下 上脑下摸 为什么 因为他老公的胳膊 他摸了以后他老公的胳膊就好了 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佛教的这个传统里面呢 其实是一直保留着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传统 但是呢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皮斯奴的像 这个当然就是印度教的 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6到7世纪非常早 但是这个门口写着啥呢 佛教徒和印度教徒可以入内 其他不能入内 大家可以看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而在尼古印度教的印度教非常之大 这是我们在一个在一个佛教的门口的村子树里下这些妇女侵臣在这击败这个显然跟佛教没关系 而这个是在一个叫金刚瑜伽姆寺的这个三角三腰上有一个血迹的场景这是杀身迹寺的一个场景 但是他跟佛教没关系 而这里面你管佛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这是一个叫金刚阿舍尼的人 就是我们说的密教大师 他呢他介绍的说是在第十一世 也就是他们明朝的时候 有一个国王把佛教纳入到印度教的等级总性制度 从那以后佛教徒就离开了寺庙 就取其身子过得这个火炬的生活 而这个寺庙主持他的法术活动的一部分 而且呢我们看过一个视频 他居然会跳天魔舞 就是天野舞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人像是僧人吗 不像自家族教 这是一个佛教寺庙做法事 这些长老们做的这样戴着这个帽子 但是他没有僧人 这个最后的结语大概我想说的几点感想 第一个感想的就是 这是我在这个路斯堂 有一个叫穆迪纳尺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印度教的圣地 当然也是佛教的圣地 在这里面呢我看到了一个修行者 这个修行者呢他不是百胎 他就在那修行 这个有临下十度的低气温 他在这修行 然后呢获得允许我跟他拍了一张照 而呢在这个三腰上呢 有一尊佛像是每个人画起来做面对的雪山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非常中原神圣的一个场景 但是呢当我们在路过的时候 从珠穆拉到珠穆拉的路上的时候呢 我这个向导问我 你知道这个三栋是干啥的吗 我以为是存放东西的 不是 在这个女孩来月经的时候 她必须住在三栋里 他们家扔她一个破背 她就在住 最大的危险是孩子可能生病 第二个危险是如果有一个这个青年男子路过 我强谈她没有人可以帮助她 所以这个是叫这个有一个这个传统叫月经济进 这个传统居然在这么一个信仰 这么虔诚的一个国家居然还保存着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我们路过村子 看见这个小女孩最后面是她的母亲 这个小女孩大概七岁八岁左右 在过几年她就面临同样的困惑 不知道那个时候她的母亲是什么一个感受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路过一个村子的时候 看见这小女孩在吃饭 她家里养的羊就把她饭给吃了 这女孩不计不许 然后我们跟她说话她也不理我们 后来她母亲过来说她耳朵瘤了 为什么呢 因为她发了那个耳朵有炎症 她说了你们有药吗 我说我们怎么会带这种药呢 其实她没有钱去治 所以如果时间下来以后 长时间下来她耳朵一定会吃葱 这个是可以想象的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尼泊尔最大的一个困难 没有蛋白质补充 现在最大的蛋白质就是奶酪 和那个鸡蛋 但是没有肉类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路过的这家人 这是寻麻 寻麻煮的这个糊糊 然后这边有一张烤饼玉米饼 我当时看见了我就想说我要尝一口 但是我一看到他们家有文口 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妇 还有一个大人 还有两个小孩呢 总而言之就像类似于这种情况呢 这个素食主义不知道它是一种 是一种选择还是一种 无奈的选择还是一种信仰 所以呢当我们吃上这些饭的时候 我这个幸福感就抽了 所以呢在这里面虽然也没有肉 但是我们至少干净 至少我们的品种还比较多一点 这个人是这个妇女 我最后一段视频 在我手机拍的很短的一个视频 在这里面呢 我们是在路上司机可能犯了一个错误 路过了错误了吃饭 然后他给我们炒面条 你看看这个女主人是怎么干的 她把这个都准备好了 然后准备炒了 这个时候对呀 这是她用石头切的这个各种调料 然后开始炒饭 但是最惊人的举动不在这 你可以看她过一会 她就会 这个时候她把面条开始倒进去 她把面条倒进去 她发现一个问题 她没有炒面条的工具 不是 拿火派去 当我看见的时候 她不好意思拿纸插了一下 所以当我们吃完这碗面的时候 下面全是烫灰 当然没有给我们身体带来任何的无事 但是你可以看到她的生存的环境 极为这个恶劣 所以在这里面呢 我就想了解 在这个时代代差 有40年到50年的时间里面 这个信仰和他们的中 和他们的日常生活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让我在调查以后 对我的内心产生了一种 很疑惑的一个点 所以我就以这个作为结尾 这是我手提拍的一个场景 好 谢谢大家 感觉 我刚才感觉有一次 当然我的感觉肯定是错 有一次在欧洲的一个咖啡馆里面 听着一个像博士和这样的人 在感慨而谈 参与比较大 特别感谢罗老师 而且也特别感谢你刚才提到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 尼泊尔流失文物 现在成为一个 一个受全球关注的这么一个事情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国家毫无疑问的 现在最近的事情 已经是已经是所谓的 尤泊尔流失文物 这么一个全球的一个很讨厌的地方 那么大概率 今天听我们讲过的人 一定会有寄予这些东西的人 那么我想借这个机会 警告一下这些人 扫着毛巾 这个是挺危险的事情 这个别为了一分钱 既干确责的事情 从此呢也就被被抓被伤心 我们国内现在 因为这个事情被抓被伤心 现在就比较好 那么 时间的关系啊 就是说那个 我先有一个问题 你自然嘛 有一个特权 然后呢 就是欢迎你先当天下的 这些职业 就是说像你这样的一个学者 故宫派出去的 三个人的一个团队到了 你过来这样的地方 做这样的长时间 你会碰到三种人 一个是当地的学者 另外一个是当地的 所谓的文化遗产官员 另外一个就是第三种人 就是我们中国中那边的大使馆人 那么对这三种人 你有什么 你肯定会跟他们有交流 你的特殊的分别 这三种人 你的分别的特殊的气候是什么 当然这个第三种人 你可以浓缩就少 其实是这样 就是由于 因为我是60年代的 所以我成长的环境呢 跟现在我看到的 四五十年前的环境 极为相似 就是我童年的记忆保留下来 跟那个配方像 所以当我跟那个当地人 在接触的时候 我发现他们其实 对于重重的是宗教 而不是注重他的这个文化价值 因为说实话 昌米时而知里节 这个这句话我们也不会错 在这种身处怀疑 极为恶的情况下 就是你跟他探讨这个文化价值 还不如跟他探讨宗教的这个活动 所以我们在这个困在多坡的时候 我们到那个村子里去 上下无人 当我们从上下 上面来了一个村民 跟我们说你们去去看 也没有好多人在念经 所以他们对于信仰的一种坚持 实际上是一种 在极其贫困的环境下 做出了一种反应 他这个思量极其之残破 然后呢 整个的文物保护 其实是不存在的 是属于自身自练 而对于官员而言呢 我现在可以说这么话 就是说尼泊尔的官员 他们这个更换频率非常快 所以他几乎没有很多的时间 去关注这个文化遗产的 所谓的动态啊 走向来等等 而现在我们所谈的学者们 所认为的 应该是80%到85%以上 都是西方学者 不是指尼泊尔学者 其次呢 才是尼泊尔学者 而尼泊尔学者的研究范围 其实是比较窄的一部分 比方说 我跟特里夫翻大学以后 至少有两个教授 我教你过 我就说 你们天天翻那些凡文书 为什么不到西尼泊尔去调查呢 你看英国去了 你看澳大利亚人都去了 法国人去了 为什么不去 他说太贵了 我们根本就调查不起 也不可能深入到那种地方去调查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 在学者的范围圈子里面 有一点点 像我们早期做学问的 天天翻这个 不出门 并不是不愿意出门 当然 有一部分不愿意出门 有一部分是不出门 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他们对于这些文化遗产呢 有些东西看着 有些东西看不见 有些东西看得见 他也装作看不见 因为他没有能力 来管这些文化遗产 最终的总项 比方说我们现在 可以看到的这些壁画 他收费可以收得很高 我去参观 两千佬比 两千佬比是非常贵的 对当地来说 但是呢 这些壁画并没有得到 很好的保护 道路可能给你 通了一条这个战道 但是呢 他中边的环境 包括自然环境 得到他的保护 他没有任何的能力 而且呢 由于这些文化遗产 基本上不是在村子里面 就是在这个老乡家里面 所以他的保护成就 大家可以想象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做的一个工作 作为故宫派出的一个 这个考察队 我们做的一个工作是 把我们调查到的这些信息 和我们的建议 提交给中国大使馆 通过中国大使馆 反馈到国内 然后争取国内 无论是政府级的 还是NGO级的 哪个级别的都想 尽快把我们现在 重点需要保护的 尽快进入 这个进入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这些文物无一在旦夕 刚才看到这个寺庙 我可以肯定说 也许我会隔几年再过去 也许那个Miller Day 这个可能性非常非常大 基础的话 这是第一个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在整个的 悉尼布尔的边境地区 做了最多工作是谁呢 美国人 其次呢 印度人 其次呢 没有其他人 没有其他人 所以呢 在这一点上呢 我是心急如指 而且呢 我是几倍发量 我跟他们提的建议是 尽快动用政府的力量 动用民间的力量 动用社会资金 和政府国家资金 去做这件事 把这些文物保护下来 因为什么 因为它是中国藏传 佛教文化 外溢的一部分 它不是一个完全跟中国没关系的 而且呢 它跟我们是同种 同源 同一种信仰 所以我进了那个寺庙 跟今天西藏寺庙 一模 这是我的一个最大的 当时卢老师说的 这个很诚恳 那个我理解是越诚恳 就说话就越 越那个越 越单纯 我认为这个卢老师表达的是 对尼古尔宏感染的 这个尼古尔宏当地的学者 当这个官司的实际上面 有很多 我也认识一些人 他们的 有很感恩的这种事情 如果没有他们这种 实际上面 他们现在分到的情况 可能跟我们 小几十年前分到的情况 是一样的 那么 在我们那个小几十年前的 这么一个 比较糟糕的情况 实际上面 也是有很多人在做工作的 同样的事实际上 所以对我认为刚刚的卢老师 说的很诚恳 就是表达了他的 对尼古尔宏感染的热爱 所以 同时呢 就表达了说 对尼古尔宏感染的 对尼古尔宏感染的 因尼古尔宏感染的 因尼古尔宏感染的 并没有别的意思 那么 有什么问题 前面那一位 前面那一位 然后 明月前 发送了一条 我去了八十堂 然后我们去 然后我们去了那些基地医院 有很多学生 因为是深处有很多感动的那些 然后就在这些床床 然后去那些床床 然后感觉刚刚我还在 我只听了一段事情 就是当从恩典到恩典战 然后是做一个合补的一个奇妙 它现在正是一个修复状态 然后是一个美国的一个 对 我知道 那叫干部吧 我以后是这个名字不太清楚 但是我就发现它们的那个 相当迷惘 可能保护的状态 连个字号不够的状态 而且它的地画也好 包括它的图像也好 是那种非常 我觉得非常 为什么我们被掏损害到公岁呢 然后我不知道就是道路 可能翻起来的名字 状态 背着这个说法 然后就真的是觉得 我们刚才找到了这个状态 应该就挺新鲜的 因为它一种是 就是上场的文化在那边 你可能更多一点 就是人 人之于人造的公岁 除了我们出来 还有出了一个 课 那个 叫什么 有点 然后在山顿上 你们去的那个地方 上面还有一个 就是 我就是非常 困难 然后又在想我 春天游去 然后春天游在出来 跟这边去 对对对对对对 您检药一点 不好意思 我正想想说 你们在这个过程中 真的 如果 其实就是你说的那些 我 你还不去 因为 我们有很多地方 都不敢去 公司 太好了 或者你刚才说的 那个当中 那个 其实对面还有一个 事 比他还重 年代还早 叫 叫 明天游 明天游 那个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他年代非常早 所以这个也许说挺多 我只是想说一句 就是说 这些寺庙呢 保存的状况呢 都不其如人意 但是我们现在介入的比较少 这个是非常麻烦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这次考察回来以后 就是说想集分就是我们要介入 无论是哪个国家 其实都在介入 但是我们反而对我们 有去见会上 也是主大小表达是这一点 刚才何老师也专门批评我 提到关于这个官员的事情 因为 我没有提到 其实我觉得您说的是对 因为我们 我们接触的 基本上除了他那个 行务局以下的各个 各个官员 其实我们受到的委屈 非常多 这是很难表述出来 所以有时候我也是非常的 很难表述这种 受到的各种各样的地方的各种要难 其实有些是他们的职责所在 也完全不是 但是我觉得 对于我们的邻居 对于我们战争佛教文化 所发达 所传播的一区 我们的介入不仅仅是我们 责责所在 也是我们未来必须做的 否则的话 这个尼古尔的战争佛教 南坡的战争佛教 这个迟早它跟他们没关系 所以这一点呢 是我最忧心的 谢谢 好吧 也没关系 要关注 没关系 好 第二位 您的声音太小就请 对 我认为 我认为 宗教的发展 社会 是否必然做成 这个方法的谋论 然后老大老命 过后 西小路有没有在 比赛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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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其实我觉得有两个方面 第一点 就是宗教和生产力的关系 这其实我是有一个思考 因为我们做这方面研究 碰到的情况 很多也很具体 我觉得是这样 宗教是为了干什么 让我们精神上得到一种满足 或者得到一种威敬 这也非常重要 但是你精神上的满足 不能把你放在游空里 受到非人的带领 就是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 东方的文化 东方的社会发展 和东方的宗教信仰 究竟应该处理个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现在的佛教 能不能支持 中国社会的发展 中国经济的发展 相当相同样 它能不能支持 东南亚的发展 能不能支持韩国的发展 日本的发展 它为什么能支持 这里面的问题在哪 其实关系是这个 我当然没有答案 如果有答案 我也不会做到这 第二个呢 就是西方曾经是一个 强大的一个政权 它跟唐朝分平抗礼 从长安一直打到新疆 一直打到今天的阿富汗 但是两者前后都崩溃 崩溃以后呢 它进入了重新的政治整合 重新的政治整合有选项 有的选项了宗教 有的选项了重新组合起来 再凝聚政治力量 于是呢 咱们就可以看到 西藏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因为在统国王朝崩溃以后 他没有再选择重新去凝聚力量 变成一个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力量 他凝聚力量变成了一个宗教的中心 而这几个宗教中心在12、13、14、15世纪达到了顶峰 就跟他的海拔一样高 所以当西藏的藏传佛教发展到顶峰的时候 今天从印度河的上游 一直到喜马拉雅山南波 到加德满都河谷等等 到印度的一部分 到我们今天的缅甸 布丹西津当的这些地方 都受到他的影响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不出中正干部并不是问题 问题是他创造了另外一个高峰 就是他的宗教文化和艺术高峰 所以这个力量 跟一个政权的力量比 随大随小 我觉得没有必要比 但是呢 他其实 他随于我重生以后 他带给我们的力量 其实并没有比起很弱 这是我们的事 大概我很想象一下 这个文化第三保护的 这个目的就是两个 一个是文化主要是 另外一个是 主持人把能力的新的文化 创造的 我想你说这个 关于宗教的这个大和小利 还有问题没有 还有问题没有 好 这个第三个 这个反差大是我的一个本人的感受 因为我是从六十年代过来的 六十年代的时候社会 整个中国社会是一个极度贫瘠的一个 贫穷的一个 然后呢 到了中国的二十一世纪以后 中国经济有个扛飞的阶段 在这个东间 中国改变了什么 就是我们无论是精神生活 宗教信仰文化 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变 然后这个改变 我们现在想问的是 这个改变中间在改变过程中 宗教扮演了什么样的作用 是越来越落化 退出历史舞台 还是他仍然在扮演的角色 只不过换了一种方式 然后呢 我现在想看到的是 在尼古尔这个社会 我仿佛回到了四十年前 那时候中国极其贫困的一个 社会状态下 尼古尔今天就是这个样子 尤其在西尼古尔 它的贫困也不能想象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它的宗教是支撑它精神的一种力量 但是它并没有支撑整个社会 像一个良性的 一个富裕的 或者一个追踪稳度发展的 一个趋势上发展 但是世界上不仅仅有佛教 我们可以看到印度教 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 我们也可以看到齐大教 等等等等 包括犹太教 它对于社会的支撑是什么样 那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 宗教的力量和社会形成巨大的反差 那是社会的问题 还是宗教的问题 还是社会宗教多出了问题 社会应该怎么来互相 通过宗教的力量来支持整个社会 往下发展 咱们把宗教放一边 宗教如果把它看成一个文化的力量 那通过文化的力量来支持社会的发展 这不是应该的吗 那如果形成巨大的反差 那中间是不是有需要反思的地方 就是一个宗教作为一个精神的内在的力量 同时作为一个文化的传播者 凝聚者 然后呢 它在这个过程中 跟整个社会实际上形成两个方向的发展 一个往下走 一个还要努力往上走 这两者之间 实际上对于我来说 这是一个巨大的震撼 我希望多元的一个社会 有宗教的力量 有文化的力量 思考的力量 社会的进步 经济的发展 社会走向越来越明显 往上走向 但是如果你两者是一个相反的方向 那我们在这里面 会不会对宗教产生一个怀疑 对 从外面来看 这是我 好的 这题目太大了 我的听 我听下来的是 几个第一 感对极端宗教 宗教要先叹化 这个 时间的关系 我 你没办法 你应该讲得再好一点 结束的时候 这个 我的 自谢 这个 罗老师这个项目 是由 黄金刚自占基金 和 副工博物院 太和学者计划 翻向经会 来资助 谢谢 能源这两个基础的 资助的话 就别有这个成果 另外我们这个 沙龙 是由 北京联谊自占基金会 和 资助公博物院 提供你支持的 像这些机构 像这些伟大的机构 谢谢 谢谢 好 那你今天 活动就要在 应变来的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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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真好 好 谢谢